台北市的三級開設 是消防局長作證 一級開設才要市長到 到昨天都沒有進入二級開設 他有問題他會隨時跟我回報 我對我過去八年建立的防災體系相當有信心 特別是台風跟強降 只有在出現說 例外的時候才需要控制長官說要不要什麼出 不過我發現現在長官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作秀 本來我說在市政府跟大家講一講一講 不過他們說還是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所以說明你現在這樣不算是在作秀 這個叫做秀的說明 其實我跟你講 環境改進是我們的文化 在今天早上我們7點半成會 針對這問題已經有做出幾個決議 第一 這個目前我們的水利處 台北市跟中央的河川局有更緊密的接觸 因為這水是從上游下來 所以只從台北市的立場 很難去 如果要等到說 要開始驗才去通知 就會出現來不及 所以必須要跟中央氣象局 跟經濟部的河川局 和我們的水利處再合作 要重新建立一個更早期的預警系統 這個已經指定彭副市長會去出 來召集跟中央的開會 第二點 本來有個制度啦 不過長期以來還會被大家忘掉 我們就要修一遍 因為關於這個題外停車場有幾個時間 第一個 一個指出不進 再來是關水門 再來是紅黃線開放停車 再來是那個 應該是開放 我還變 指出不進 然後關水門 然後開始脫掉 然後紅黃線開放停車 然後結束的時候是開水門 然後紅黃線 開始禁止停車 就有六個步驟 那每一個步驟它的時間 我們現在要求說 每一個車子停在題外的人 我們要開始設 本來就有QR Code 大家要求要更嚴格 一個是你直接找QR Code 一個是我們要開放那個網站 設一個網站 你自己去key資料 意思就是說 反正你有key資料的 我們會直接簡訊推播給你 因為這樣要確保說 以後大家就沒話講 都跟你講了 你還沒有那個 但是我覺得這個系統 我們今天早上 會要求資訊集 水利署跟交通機 重新把這個通知系統 因為目前都只有簡訊 還沒有爛的系統 所以關於這個通知系統 我們也會再討論影片 再做好一些 這樣的話就可以 意思就是說你知道 每個公民 還是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政府要進到通知的職人 至於要不要移車 你還是要負責 你不能說 車子停在外面 他們都跟你通知了 你不移走 叫我陪上 我哪那一回事 所以這兩樣 我們也會把它處理好 市長 你剛剛有講到 反省檢討 就是這個改進的文化 那你自己有反省檢討 就是說到底昨天 你不在台北 然後在中部 到底是不是需要改進 因為現在 有議員就是要求你道歉 這樣啦 台北市的三級開設 你知道齁 三級開設是消防局長作證 二級開設是 副秘書長局 一級開設才要市長到 到昨天你知道 都沒有進入二級開設 所以理論上是消防局局長 我們在三級開設以後 消防局長跟七個局長 要進那個 蔡英明中心 然後跟他建立有爛群組 那他齁 有問題 他會隨時跟我回報 那是這樣齁 長官只要做三件事情 建立制度 緊急 就三件 所以我們那個 我對我過去八年建立的 防災體系相當有信心 特別是海洋跟牆降 因為這兩個比較常出現 你要是跟我講什麼炸彈 或是那個 地震就比較沒有辦法 比較少發生 經過八年 我們防災體系是相當有資助的 所以第一點齁 我們是到SOP找 按照一些SOP走 只有在出現說 例外的時候 才需要控制長官說 要不要什麼處 所以是這樣 陽津公路土石流塞住 再打通 塞住再打通 他們就可以處理掉 這個不用去 就不用長官來看 等到康福水道塞掉 你知道 這要開始要決定說 要不要連夜打通 要不要調動大型機局 這算是例外狀況 這時候才需要長官去下定說 連夜把它打通 不過是這樣 打通以後 大家行徑那段還是要小心 因為那個邊坡 要做完整的邊坡防護 還要三個月 市長 我的意思是說 照SOP走 平常就要訓練好 準備好 平常也不訓練好 不準備好 災害發生才趕快跑到災害中心 做給人家看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都依化的時代 全部都 全部都是遠去辦公的 為什麼還要人去坐在那個 防災中心給人家看 但是市長 因為現在雖然就是說 一級才需要去做證 但是問題是昨天 明確台北市因為大雨 造成了不少 像是淹水 還有這麼多泡水車的情況 那你們會不會覺得 這個似乎還是需要 就是不是什麼事情 都要按照這個規矩來 因為現在這樣子感覺 是不是有點鬆懈 或者是你們的判斷 有一些失靈的狀況 我跟你講如果判斷失靈就是 請問你跟我講 我的手票改 我在講 長官只要做三件事情 建立制度 緊急立外 只有三件事情 所以是這樣 不過我發現現在長官 還有一個第一次要很重要的工作 做秀 所以你昨天回來 你覺得你是在做秀嗎 還有包括今天早上這個行程 都是在做秀嗎 我跟你講今天只是讓大家來 因為是這樣 本來我說在市政府 跟大家講一講一講 不過他們說 還是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市長 那你怎麼看 中央之前一直這樣批評你 可是他們是上次地震的時候 他們自己開會也遲到 那甚至總統也是好幾天之後才去勘戰 那陳之中也批評你 但是他之前也是 不管防疫落口去選市長 會不會覺得這樣子的狀態 沒有啦 我跟你講 還是再講一遍 我們要建立一個比較正常的國家 其實齁 我們今天 下一個命令 你知道 我們那個EOC 你知道嗎 在一面中心 更加 data center 要再成立整合系統 不過這個要花兩年的時間 才可以徹底整合 以後意識就是所有 就好像美國總統 他在空軍醫藥上面 他根本不需要在華盛頓 他就可以指揮全球 這個系統齁 我們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把它反正建議 這樣以後會更有效力 所以這個 其實今天有三個結論 第三個結論就是 我們要花兩年的時間 編個預算 把這個防災病變中心 跟大宿地中心的資料 再做一個反正的整合 這樣以後齁 長官要看的是一個習慣 那長官我們再挑一些可以給民進看的 多分數的幫我們給民進看 這樣會更完整 市長能不能看說 今天早上民進黨的議員 你開了一個記者會 說要協詢市長你的地在哪裡 那他也在上面批評你的市長 還要求你為了這件事情 應該要請指負責 這三件事 我跟你講在哪裡 網路無所不在 科文哲無所不在 沒有啦 我跟你講這種口水戰 特別是選舉到的比較多 聽一聽就好好不好 市長你覺得SOP有成效嗎 有要修正昨天的說法嗎 因為你覺得好像有搶訴院長 沒有啦 本來就是這樣啊 我最討厭他就平常不努力 有事情趕快跑進來裝模作樣 拜託平常認真一點就好了 市長所以你現在站在這邊 你自己覺得你是在作秀嗎 今天只是來找個地方跟大家說明而已 我覺得應該室內更好 所以說明你現在這樣不算是在作秀 這個叫做秀的說明 市長要問一下 柯建民今天早上有嗆你說 住在玻璃屋或是明明 你們說過倉效益一定發生 沒有啦 跟你講喔 我是在好員跟老哥相圈 喔喔 你爸把我指的毛了 把二十幾年的交情 你說打算不要的事 好 來出問題喔 那市長所以你現在覺得你這個是作秀的說明 那你覺得到底這是台中間的時候 就是當外界認為你們的分層負責沒有發揮作用的時候 沒有啦 我跟你講喔 昨天的分層負責我覺得相當完整 坦白講喔 這個叫災害政治學我也知道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建造一個比較務實的環境 我真的在應兵中心有什麼用 沒有用啊 因為整個系統正常在運作 這個還是 我們還是要建立一個比較務實的政治 所以像今天早上蔣灣去這個內土看的時候 有里長就來抱怨說 他們昨天其實就找不到事的人 哼 那找不到事的誰 就有里長的誰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我不需要去回應每一個人講的話 趙會說屁 你里長要不要碰是誰 你會找不到區長嗎 你要回程 這個也有完整的系統 好 謝謝